猫神确定不会退役 任何职业都体会不到电竞选手的这种感觉 他转辅助用了两年时间自证 无谓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自己觉得不管做什么职业 都体会不到做电竞职业选手的这种感觉 直刻充满挑战和新鲜感和激情在 刺痛说出大实话 猫神最该感谢的就是AG 伴随着KPL春季赛第一周比赛结束 加上临近春节 各个队伍就迎来了短暂的休赛期 却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甚至有些队伍可能都需要早点回归训练 要不然第二轮就要去B组了 反而是AG非常顺 即便换上新人大帅 实力依旧是底肩 这种情况下猫神自然不太可能回归 搞不好还会退役 对此他本人也是做出了回应 任何职业都体会不到电竞选手的这种感觉 意味着他短时间内不会退役 依旧会选择继续打比赛 电竞他一定是在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位的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概念 什么目标啊怎样 反正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一直到现在 打比赛就只管下个赛季下一场战 不管以前做什么 那天有多忙多累 我都要至少玩一盘 我每天都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手感 我自己觉得不管做什么职业 都体会不到做电竞职业选手的这种感觉 时刻充满挑战和新鲜感和激情在 做选手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拿冠军往前走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刺痛谈到无畏 转辅助就是为了延长职业生涯 但也有可能加速 最重要的是无畏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说到底还是要看成绩 而猫神为此用了两年时间 无畏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无畏的话其实在转会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讨论过要不要转辅助这么个理念 最后无畏为什么选择了转辅助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问过很多人啊 他也咨询过很多人 很多人给过他的建议 也很多人跟他说过 利与弊 利在哪儿 弊在哪儿 这个是需要衡量的 并不是说无脑就转过去了 首先第一 利在哪儿 大家都知道一个职业选手的职业寿命是有限的 所以说利在于哪儿 如果说你准备打一年 那你完全没必要转辅助 你可以继续打野 打一年肯定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想继续打两年三年 甚至更长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 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转辅助的 因为这样可以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 一个是长期打算 一个是短期打算 短期打算 你想着我就打这一年 打完我就不打了 那你就不要转 就打他压的打野 对吧 如果说你做的长期打算 一年到三年甚至更长 那你可以转辅 你用半年的时间把辅助练起来 剩下的两年半 对吧 你就可以好好打辅助 就没毛病 但是你要浪费半年的时间 所以说一个是长期考虑 一个是短期考虑 那B在那儿 B就在于 如果说没转成功 可能你坚持不到三年 没转成功 骂神一片 结果顺利不讨好 最后刺痛说出大实话 现在他想要继续打职业 必须要有队伍 愿意为他浪费半年时间 其实这就像当初 AG让猫神来辅助一样 他们给了猫神成长的时间 并且愿意承担这一切的后果 或许这就是猫神一意孤行 要离开LGD的原因 你怎么不转辅助 因为我觉得我这时候挺好啊 兄弟 那时候也没有人劝我转辅助 没有任何人劝我转辅助 我就想打辅助 我也没有想到转辅助 没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也许我就转了 兄弟 你要是再晚了一年 我就转辅助了 活不当飞啊 现在打职业打不了一点了 股子已经 现在了 你如果说你让我继续回去打职业 你给我半点时间 我觉得保证没问题 我的水平至少是A主 A主偏上 那你现在让我回去打 那我肯定是操作不起来 那你给我半点时间 我可以操作不起来 但是我要浪费半年的时光 没有人为我半年买单 懂不懂我的意思 总的来说 猫神后面想要打比赛 搞不好还需要转会 毕竟谁也不知道 大帅能否夺冠 至于无谓迎来了阵痛期 以HERO目前的情况而言 他很有可能撑不过一年 甚至有可能这赛季结束 他就会重回打野位 个人觉得 主要是小E太隐身了 HERO真想要求变 也应该买一个冠军打野 或者像AZ一样 大家觉得呢